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討論不存在的藝名叫做黎芝 黎芝現在已經改名了 不是叫黎芝 而是黎嘉儀 請大家給我讚好 之前我們有廣播 其實黎芝的人生也挺精彩的 我們看到一些故事 沒辦法 女神也是有經歷 我自己在TVB見過黎芝真人 我想她跟我現在差不多大 但她那時候像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女 也是沒變的 也是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回TVB 黎芝已經是要拍的經典劇集 一套TVB收費台《我門的黎芝》 《我門的黎芝》的宣傳片 她是在三廠拍的 我也在三廠拍的另外一些東西 我是看著她在千秋上 然後導演也是跟我差不多大 當時二十多歲 因為我們都是看黎芝長大的 她說 嘩好漂亮啊 女神啊 真是很厲害的 導演看到黎芝 黎芝真的吸引到一些人 神魂顛倒 我自己就 我反而喜歡聽她唱歌 我喜歡聽她唱《白摔三》 我覺得那首歌很好聽 當然你說什麼唱歌班肯定不是的 但當年很有感覺 白摔三 白摔三更加是黎芝的代表作 不是說一首歌 和劉德華在獄中籠裡濕水白摔三 我想大家的色情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她也挺可憐的 因為我聽到她那個往事 因為我們那個叫做娛樂金田一 韜客 她很厲害 她可以刮到很多資料出來 她說黎芝是家道中樂 她家裡以前是有錢的 後來變得很窮 然後十七歲 就和黃玉郎 黃玉郎當時39歲 還要是結過婚的 究竟戀愛上有沒有重疊呢? 所以人都是有點往事的 我覺得很有趣 別人的故事 大家都想聽聽 大家好,我是韜客 最近講過一段影片講黃潔 有多慘情 還沒出道的時候 過的生活有多苦 令我想起另外一位 都是未出道之前 生活過得很慘的明星 這個就是大家 可能當初大家的女神 麗芝 有個綽號叫愛美神 因為身材超好 不知道年輕一輩的聽眾 知不知道原來她的阿爺很厲害 是第一代中國電影之父 叫黎文偉 但當然還有另一個更威的東西 稍後再講 那好了 為什麼 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的後代 會少年時代過得這麼老到這麼慘呢? 他後來很年輕 就出來拍電影養家 為什麼十幾歲 就跟一個三十幾歲的黃玉郎拍拖呢? 原因是什麼呢? 然後 原來呢 作為香港電影之父的孫女 原來她拍過一部電影 是完全零票房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讓我慢慢跟大家講 阿麗芝呢 現在改了名字 叫了另一個名字 叫 黎嘉儀 加上她老公的姓名叫 馬黎嘉儀 有點像馬黎嘉儀 這個名字 也挺特別的 她就是 1971年10月1日出生的 她剛才也提過 她的爺爺 就是中國第一代的電影之父 黎文偉 當年她有提倡 一件事 就叫電影救國 然後她就是黎文偉 第二任妻子 林楚楚 生出來的孫 即是那邊的後代 因為 那時候 香港 是可以行清淨 就可以娶兩個老婆 這樣 那黎文偉 另外一件最厲害的東西是什麼 原來 她是電影史上第一個偉良 因為 她有一套戲叫 莊子示妻 她 反串 男扮女裝 這個在電影史上是第一個 所以她 堪稱 電影史上第一代的偉良 而她第一任太太 也是 中國史上第一個在螢幕出現的女性 所以 她們在電影這方面 都算幾厲害的一家 其實她那時候 即是靠電影這件事 應該身家都豐厚的 所以 她小時候 麗芝小時候 就 沒有機會見過她的阿爺 因為她的阿爺 很早就過世 1950年就過世了 但是 有一間大宅 一起住 在賀文田那邊 有二千多尺 整家一起住 因為是大家族 誰知道 她的媽媽 林楚楚 在1979年 過世了 她的爸爸 本身先天 因為一些病的原因 耳朵和眼睛 是差一點點的 爭家產的時候 就比較弱勢一點 結果就被那些 魚郎似乎的親戚 就瓜分了財產 他們家裡就崩也沒有 變成了 由二千多尺的大屋 就搬到 只有二百多尺的 東頭村那邊 你想想 由天堂搬到 地獄的感覺 地方都差很遠 東頭村是類似 骰子區 廁所都要共用的 那時候也有很多 風化案 很多問題 所以 你想想 由一個大屋 搬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都不習慣 尤其是荔枝 就不習慣 跟別人 分享公共廁所 所以 她的爸爸 就為了一個女兒 就在她家裡的廚房那裡 就隔了一個廁所 親自 親自搬出來的廁所 但是你也知道 那時候的衛生條件 真的不太好 因為 你那些去水 那些東西 都要自己搞定 那就比較麻煩 你不要想著 好像 現在我們 這麼幸福 那個廁所 有粗水馬桶 那樣 那樣 我們那時候 分分鐘 一個馬桶 那些叫 譚冠 那樣 修完之後 要找地方倒 那種 所以 那層味 那屎尿尿尿的味 會殘留在 一起住的環境裡面 那你又知道 那些廁所的味 你怎樣噴香水也好 或者用什麼 都會有什麼味 結果還要這麼近廚房 你想想 煮出來的食物 都會沾上 某種味 他們那個環境 真是很慘 真是很惡劣 甚至乎 那些地方 周圍都是老鼠 曱甴 那些 乳鼠為伴 不是說 黑武太郎那些蒼鼠 真的老鼠 小女兒來說 哇 在這樣的環境 真是很淒涼 他真是叫 那他對落 還有一個小 他四歲的弟弟 阿黎英 其實呢 有很多人就說 阿黎芝十四歲 就開始拍戲了 但是呢 我看到有些資料 原來他九歲 都已經拍過東西 就是做過攝影機了 但是呢 正式出來拍戲 就應該是十四歲多的時候 怎麼來的呢 就是怎樣入行呢 原來有關他爸爸的事 首先呢 因為他家裡 他爸爸的情況 環境不是那麼好 就是他身體不是那麼好 就不可能 整天回到一些正常的長工 那家裡其實主要的經濟來源 就靠他媽媽做貨車司機 去賺錢回來養家的 他爸爸去做什麼呢 他爸爸呢 就在那些健身中心 就是做雜工 就是抹桌啊 抹凳啊 抹一下啞鈴 就是人家用完了 新水新汗嘛 做這樣的工 有一次呢 阿黎芝去探他爸爸的時候 剛好他有一個客人呢 就是叫 許冠傑 許冠傑看到 咦 這個美女 樣子都很標致 都很標青 啊 剛好 那時候 許冠傑去了新藝城 就是黃百明那間公司 咦 我們公司都好像要人 啊 你有沒有你女的照片啊 拿一張照片來啊 他就去公司 給老闆黃百明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樣呢 就去了黃百明那間公司呢 就拍他人生第一套 令到觀眾對他 叫有些印象的第一套戲 就是開心鬼放暑假 雖然他裡面都是做一個 但是呢 有一幕呢 就說那個老師要不做了 但是呢 他們那些 要的那些學生呢 就是黃百明那些學生呢 就說 認真一點 就是做哭的樣子啊 就 如果你那個人做不到哭的 你就把頭上去 這樣裝哭都可以了 個個都這樣做的時候呢 得例子一個呢 就是很 豪哭 就是在那裡哭 說哭就哭 就引起到黃百明的注意啦 還有那時候那個 外籍的 cameraman呢 都有跟他的 老闆跟黃百明說 啊這個女孩啊 有 啊 簽質 啊不是 potential 啊 will be very good 就是這樣 拍完這套戲之後呢 黃百明呢 就跟他簽長約了 這樣 那其實呢 他拍這個開心鬼放暑假呢 到底幾千人工呢 這樣 300元一日 但是那個年代來說呢 算是這樣啦 叫補貼一下家 這樣 因為那時候來講 那個年代呢 那些人平均人工 只是說幾千元而已 那跟著呢 黃百明那間公司 見到這個女孩 樣子都ok 真的標誌 那樣 就開始力捧她 就塞了她進去這個 開心少女組 跟著呢 又跟阿石天拍了一套 叫烏龍大家庭 就做她的女兒 雖然不是單正啦 但是都 這套戲都幾好笑 有興趣可以找來看一下 再之後呢 給了一套戲 去做女主角 就叫飛躍凌羊啦 那這套戲呢 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 跑步 就是那些女子跑步 那些田徑隊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都幾熱血的 而且裡面那些卡士都正了 現在真的找不回來了 那時候鄭文雅 做他們的教練 說因為當年 受傷退役 那樣 就去訓練 袁潔營 那些開心少女隊 那些女子 做田徑隊的選手 那樣的故事 例子呢 就當中呢 就做女主角之一 就做一個有錢女的角色 那如果有興趣看回呢 這套劇 真的都幾青春的 個個都很正 都有翻看的價值 那跟著 這套戲開始呢 就越賺越多錢了 那因為呢 那時候雖然還沒說 去到張萬玉的卡士 但是呢 拍套這些戲呢 做女主角呢 都有二十多三十萬片籌 那你想想 由一開始 做一個CANFX 300元 到現在 二三十萬一套 那其實呢 已經可以 對他家裡的環境來講 都有很大的幫助了 再加上他那時候 真的 一直在拍戲 比較忙 沒有時間去玩 沒有時間去玩 省著省著省著 都可以押救他們 搬屋 所以那時候呢 就買了天馬丸 居屋 還有 栽培到他弟弟讀書 那些東西 可以叫做有預算 那他都很清楚 一件事就是 單靠樣子 即是吃年輕的飯 都吃不到很多年 所以呢 他去到一段時間 即是家裡的環境 穩定一點點 他就讀書了 去陪正中學 就繼續他的學業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之前你拍戲 實在太忙了 他有一段時間 Form 1 那段時間 Form 1 Form 2 那段時間 就剛剛入行 他就一放學 拿著功課 在片場做功課 還有呢 經常跟學校請假 都不是辦法的 所以那段時間 為了專心賺錢 就跟學校 說停學一段時間 用一兩年時間 找到一塊錢 叫家裡好一點 那就回去讀書 其實都是好事 如果你說 什麼都不懂 假如他真的沒有讀書 他在娛樂圈 又搞不定的時候 那他可以做什麼 他沒有東西 到時可以靠的 再進入娛樂圈 以他的美貌 什麼時候進入娛樂圈 都不是問題 但是你說要讀書 那個年紀 是最黃金的時間 就不應該浪費了他的 畢竟那段時間 他是賺到一些錢 但是還未說去到大紅 就是還未說去到 好像那時候陳惠咸唱歌 在紅館開演唱會 會賺這樣的數量的錢 那種程度 如果你說 好像那時候陳惠咸 那樣賺那麼多錢的 當然有那麼多 賺那麼多 賺到開始賺錢 那時候才再讀書 都不遲了 對不對 那他的案子不同 他只是說 找到多少少 分分鐘 過多兩年就沒有的 那趁這個環境 就見好就收 打個八甲柱 再回來 氣質又不同了 就差很遠 那他都不負眾望 就讀完 那中五之後 就考到演藝學院的 舞蹈系 那其實演藝學院都幾難入的 那但是 舞蹈系都 不是那麼容易的 要你跳三分鐘 跟著還有一段即興 那樣 還要兩段音選 就是差不多 平均六十個人 才收十個 那樣的比例 差不多 那你說 有幾難入呢 那邊呢 就跟另外一個 美女 翁雄 是師姐妹來的 原來 翁雄是 勵志的師姐 那兩個好姊妹 那後來呢 有一段時間 那他們兩個 甚至乎呢 去了台灣呢 做宣傳 就是後來出道的時候 1995年 那時候呢 就是兩姐妹一起去台灣做宣傳 都試過的 就去那個龍兄虎弟 就是 那時候台灣是一個很出名的 中藝節目 都有份一起出去 那樣 鬥唱歌鬥跳舞 那兩個 因為兩個時候 都是台灣出店 那 翁雄 表演那些什麼 彩帶舞 啊 勵志表演那些水奏 就是那些奏 很長 在那裡化化的那些舞 在那裡鬥啦 那樣 又鬥那些什麼 敏答遊戲啊 還有 鬥煮東西吃啊 那樣 都幾好看的 有機會可以在 Youtube找回 他們當年的那些片段 那剛剛呢 發現呢 講漏了一件事 原來他 緊書那些 十六七歲 那時候呢 原來已經跟這個 黃玉郎拍拖了 那樣 很多版本 就是出來講 就說 他跟他拍拖的時候 是十六七歲 那樣 但是去到最後呢 我找到他有個資料 就說 原來他跟黃玉郎拍拖的時候 都沒有夠十六歲 原來 那黃玉郎有沒有 把持不住 碎走十一 就真的 他自己才知道 他說他搞得定的 那說真的一句 那時候 對荔枝來說 是Puppy Love 那可能 沒那麼快的 或者 起碼都過了十六歲 那他們兩個呢 都是拍拖了兩年時間 他們分手好像都是十七八歲 那其實那時候 他都還在讀 演藝學院那些舞蹈系 應該是 那 一個鬍鬍鬱突的中年阿叔 為什麼可以 叩咐一個 十幾歲 博博脆的美女呢 很多人都想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最好的年紀 給了一個這樣的阿叔 他憑什麼呢 第一 第一 麗芝都有講原因的 第二 很多 其實現在看回現在 這個年代的社會 都很多 中年阿叔 追回那些小妹 那些小妹 那小妹 貪這些阿叔 什麼呢 同年紀的那些男生 老實說 女生是早熟一點的 那些男生 老順都還沒生完 跟他們一起 很多時候 反而覺得 好像家姐臭小朋友 那種感覺 真的感覺 好像在浪費自己 青春 浪費自己時間 那種感覺 反而呢 你跟那些 年紀大 自己十多歲 那些 中年叔叔 一起的時候 在他們就學到更加 學到很多東西 擴闊了他的視野 看到世界有多大 還有呢 通常那些中年阿叔 經濟上的條件 是優越些少的 起碼可以帶他去一些 好一點的餐廳吃東西 或者帶他去旅行玩 都不需要 好像那些年輕人一樣 吃過 吃過Pizza Heart 都要計過度過 起碼先 當那些年輕人 還是 跟他爸爸媽媽 拿零用錢的時候 就是 拿爸爸媽媽的錢 去 追求女生的時候 那些中年阿叔 已經是靠自己一雙手 用自己的錢 去追求女生 不是用爸爸媽媽的錢 去追求女生 真的有得比較 那些情況是 當然那時候 黃玉郎是拼搏時期 因為那時候 剛剛準備要搞上市 其實都不是說 很多時間陪到他 所以那時候 阿麗芝很多時候 都是親自上人家的 雜誌社那邊 去陪他 這樣拍拖 還有阿麗芝也說過 訪問後面說 其實都不是貪他很多錢 因為他都不是給到很多 物質上的東西 那時候 你想一下 都未成年 你有沒有可能叫人送車 有沒有可能叫人送樓 還沒夠18歲 怎麼做屋主 你說給他的 最多都是送些漂亮的衣服 或者一兩個手袋子 最多都是 最重要就是 但他很多時候吃餐好 或者他17歲的時候 有時候在酒店搞了一個很大型的 生日派對 叫做 但他那個過程裡面 他學會很多東西 在他身上 就是叫人生經驗 說不定 說不定他都 人生經驗豐富 你胡蘇大佬 所以這幾年 那些阿叔 這麼喜歡去 別人的學校門口等 可能真的是一分鐘 將來的 另一半在學校找到 好嗎 甚至乎還在報幼稚園 好境不常 兩年左右 兩個在一起 黃毓郎因為一些問題 公司陷入危機 還有 他那時候 發現 還是覺得 老婆最好 舊的老婆最好 說要跟舊老婆複合 跟麗芝無緣無故分手 說真的一句 麗芝覺得 我又年輕又漂亮 為什麽會輸給一個 他眼中叫阿依依的 正常人都接受不了 所以 就 有求他復合 都說 他那時候又很單純 覺得 我可以跟你共富貴 自然可以跟你共患 就算你有事 我都可以等你的 因為你都知道 黃毓郎最後是坐了四年牢 但是黃毓郎就很缺絕 就跟他斬籃 一來可能不想 類潤這個老婆 因為始終他還很小 他還沒過 二來就是 他覺得麗芝真的太小了 那時候只有十七歲 都沒有 剛剛十七八 十八歲都沒有到 你看 那時候 他有時候想事情 還是很單純 很小 老實說 你一個三十幾歲 快四十歲的人來講 想事情都是偏成熟 你這樣可能還可以 這麼好精力去陪一個小妹 所以他就想著放生個小妹 不要再搞這麼多 當然過多幾年後 蜜桃成熟時的時候 他又後悔了 但是這些是後話 荔枝也打擊很大的 那段時間都曾經上過自殺 這麼美女當然有追求者 但是就是因為黃玉朗這個人 對他的影響太大 令到他不敢 有一段時間不敢再闖情彎 然後他就專心學業 然後當中過了一段時間 都有拍拖 他跟誰拍拖 那些感情事 那些東西 我就會 接下來出第二集 下集繼續說 他再出回來娛樂圈的時候 已經在說1990年左右 那時候他做了兩個很重要的決定 第一個就是 進了TVB拍劇 第二個決定就是 後來拍了一個系列 就是叫《古惑仔》 《古惑仔》 真是令他有很大的名氣 一來他的身材表露無遺 後來也影響他拍很多 比較性感的電影 第二就是 在《無線》那裡的 就是在《無線》拍劇 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尤其是他擔正的時候 在那段時間 他熬的過程裡面 磨練了他的過程 就很堅毅 很熬得 所以後來他遇到一些變故的時候 他都很快可以振作到 他都說 多謝在《無線》這段磨練的時期 最紅的時候 又有做過歌手 又有做電影 又拍電視 那樣的 就是《歌影視三妻》那種 最厲害的時候 那原來呢 他羅文都有教過他一段時間唱歌 就是《男男男》都叫羅文師父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他都是 鄭伊健 容祖儀 他們的師兄弟姐妹 那他都說 羅文生前的時候 整天都說他的身材很好 那樣 但是 羅文喜歡二女人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這件事情 因為他都沒有結婚 那跟著呢 那他拍這個《古惑仔》 做這個有少少漏口的小小粒 那他都做得幾全神的 但是呢 到最後就說 有些後悔做這個角色 其實最大的影響就是 到最後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秀貿平同黨消失案》 那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就是崇拜《古惑仔》 就有這個事件發生了 那其實為什麼 那時候周潤發 他們都拍不少江湖片 鄧光榮都拍江湖片 為什麼《古惑仔》 反而是最Hit 那時候《英雄本色》那些 不會令到那麼多人學壞呢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80年代前的《古惑仔》片 那些江湖片 通常都是說那些家族的 就是blue bud來的 那些 就是爸爸那輩子都是黑社會 那些子女進去是整個家族 就是好像 類似《Godfather》那樣的橋段比較多 但是《古惑仔》呢 就是一些 紅富子出身 就是由小 去爬上去的 就是感覺到自己都可以有一天 可以好像陳浩南那樣威 那些 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就影響到那輩子的少年去學壞了 也都 就變成黑社會的宣傳片一樣 所以他就覺得他自己有些少 助奏為弱的感覺 所以他就很後悔 甚至乎真是搞笑到 他在銅鑼灣那些地方出現的時候 那些人還 阿嫂前阿嫂後的稱呼他 那樣 那都讓他有點哭笑不得的 就算那時候拍拖的男朋友 都不是那些江湖中人 都無緣無故被人叫阿嫂 那樣 你說 是不是很好笑呢 那樣 那呢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都有提過 他說 拍過一套戲 完全零票房 到底這件事是什麼事呢 那試完呢 2003年的時候 他就拍了一套戲 就跟這個王喜阿葉童呢 就一起主演的 那套戲呢 叫天是死神 就是一個福音電影來的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 慈善成績的電影 所以呢 是不收錢 免費給人看的 那時候在這個 新光戲院 免費上映的 所以呢 在這套戲 就算有幾多人去看都好 都不會計算票房成績 所以才叫零票房 是電影啦 雖然是這樣說 就是非謀利電影 但是呢 他在那段時間呢 都吸引到 五千至六千人次 去入場觀看 你想想 喂 低一間戲院 就是低一個院線 一兩間 那些叫做 放映室啊 就是低兩個房的 可以吸引到五六千人 一天播放差不多十次 就是 就是 那裡不停的 來回的播放了很多次 很多人去看的了 已經是 那其實 這樣來說 已經算很厲害的了 已經 那個成績已經算不錯了 只不過 他那個 不計票房的意思 而已 但是這件事情 香港沒試過啦 就是 哪裏都試過 完全不計零收入的 不計票房 去做一套電影呢 那也都因為 因為這套戲 叫做零票房 然後那些雜誌 就亂寫 寫衰它 說 影衰它啊 爺啊 啊 整套這樣的 這樣的戲出來 唉 那時候的傳媒呢 以偏概傳啊 就是 斷章取義 也一定的啦 這樣 如果不是 怎麼說中取寵 騙你去買 十幾二十塊 不 應該是二十幾塊 去買他那本 垃圾雜誌 回來看啊 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 對這件事情 都沒有什麼回應 就算他牽涉到 是爺都好 都不生氣 因為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後來呢 真的過了四年左右 那他拍過金枝玉葉啦 就 拿到事後啦 那有人說呢 就說 那時候 黃玉郎呢 為了他啦 叫他公司所有人呢 總動員 去 用短訊投票啊 又給了些 投票表格他們呢 叫他們 個個都要填一張 去 去 支持他的 Ex girlfriend 叫做 那這個 故事呢 就是 有些 以前去那裡打工的人 都有 承認過 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 荔枝的反應呢 就覺得 哦 是嗎 多謝他咯 那種感覺 因為他始終都 放不下 當年的 對他的傷害啦 叫做 那同一年呢 就發生了另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呢 就是 他的弟弟呢 就是我中坊師兄 黎英呢 就 坐的士的時候呢 就 沒有用這個安全帶 結果呢 就發生嚴重車禍 他有人就飛了出街 就撞傷了頭 那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他就要 放棄了所有事情呢 就是他所有演藝事業 正在上星期 都不做了 就全心照顧他弟弟 還有搞好他弟弟的公司 那樣 那過程到底是怎樣呢 還有 為什麼因為這樣的過程呢 而遇到他的真命天子呢 請看下回訓解 今天先說到這裡 記得密切留意啦 多點留言啦 等吳仔讓我 快點出第二集出來啦 好啦 拜拜